打造您的雲子庫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有請您先來做一個 延期的小測驗 先了解一下 看看大家 到底對於這個 幾個蠻特殊的服務有沒有用過 包括 你知道 Yahoo已經沒有在做收信引擎了嗎 不知道 你都 反正 現在其實你大部分都用Google 對不對 假設找資料的話 應該大部分大家用Google吧 除了一般店家的資料 或是一般性的 也許你才會用Yahoo 反正也沒差吧 是冬年人 用Yahoo 對啊 以前我們是用Yahoo長大的 現在是改用Google成長 Google有一個叫知識圖譜 有用過嗎 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等一下沒關係 再來 這個可能 我知道用過的也許比較多一點 Google有一種叫以圖找符的功能 以圖找符功能 那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行動裝置是不是都很方便 所以大家拍照 錄影 常常現在發現同學也好 或者老師參加宴席 最常見的不是拿出紙跟筆 而是拿出手機拍拍拍不斷的拍 好 這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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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是 請問 您有沒有做備份的習慣 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你的手機 如果比如說 因為手機也有壞掉 或者機卡壞掉啊 還是以前我同學 他是掉到馬桶裡面啊 或者被不見了啊 掉了啊 怎麼辦 現在手機掉的比鑰匙掉還麻煩耶 對不對 因為什麼東西都在上面 那你如果沒有備份會很麻煩 那有沒有什麼好的備份方式 好的備份方式 那甚至呢 不只幫我們做備份 還幫我們整理出來 整理出來 比如說你出去玩 你照片要不要整理 要 以前我們傳統是 啊我們出去 像社團出去就是 出去大家登記有沒有 然後洗幾張 現在沒有完嘛 都是分享的 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要透過整理嘛 但是有沒有什麼 懶人的方法 不用整理就好有 然後再來 喔 大家都曾經去過博物館 但是你知道網站有沒有博物館 你知道中正以前的 十年前的樣子長什麼樣子嗎 中正大學的網站十年前 會跟現在一樣嗎 一定不一樣對不對 網站常在改版嘛 好 那你去哪裡找 因為哪個博物館有收藏我們中正的網站 我跟你講你問學校的 好不好還找不到喔 校外有人幫你 再來就是 也許有些人有用過 也許可能你沒聽過 RSS 也沒聽過 有的可能有 有的沒有 但是怎麼樣用這個RSS 閱讀去 這是很重要 啊如果你通通不知道 沒關係你可以勾這裡 沒關係 哈 千金難蠻少知道 但是現在知道總比不知道好 哈哈哈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到這邊 如果你填完了 你可以到這邊來看一下 大家的這個統計的情形 好 你看我們先進到這裡面來 OK 那我們看一下 喔 所以 以我們現場來講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 這些都比較沒有用過的 對不對 三分之一這邊也沒用過 那待會呢我們就從什麼 這個 知道最少的開始講 你覺得如何 可以啦齁 最少的表示最迫切需要知道嗎 哈哈哈 好 OK 好所以最少知道 欸知識圖符 網站博物館 對不對 那待會呢 您可以進到我們這邊齁 您在 我們這裡之後 你回到最上面這裡 好 這裡有我們簡報 那你看 旁邊這裡是不是有叫任務 點進去就是我們今天主軸在裡面了 要讓各位慢慢一個一個任務完成 就可以像這樣爬樓梯這樣 了解 好 那您點進來之後呢 稍等一下下 有沒有 包括我們的簡報資料 然後那個 我規劃的時候用的新字符 好 那我們剛剛跟測驗有關的集體 我先放在這邊 先放在這裡 有沒有 像這樣 那我們現在17位的話 我點下去就知道 有沒有人有先看了 延期也可以先預期 這樣了解嗎 哈哈 所以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不好 您先找到這個任務 那怎麼點進去 您可以點這裡 有沒有 點這個地方 這裡會變超零解 或右手邊都可以 點一下 那像這個是我的文章 我把它PO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所以您進去之後 這個OneNote的使用 其實 以後也蠻建議各位 您可以嘗試看看 OneNote的話 事實上 不只是拿來像這樣做所謂的翻轉學習工具 您也可以當作是自己 收集資料工具 有沒有 它是把我的網頁就開在這裡面 您如果有需要做筆記 您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 這裡可以做文字式的筆記 沒有限制 你就什麼時間你打完按個Enter 那如果還有需要 第二個筆記 第三個筆記就按下去 要編輯也可以 那如果你完成了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關掉離開 或者是Go完成 他就跳下一個 或者在同一個任務裡面 你點中間這裡 有沒有可以直接就跳了 就不用回到剛剛前面這頁來 OK 那就給您先預習一下 好不好 來 還給您